大家好,我是奇異國班的吳星雲 我今天要講的故事是 瓢蟲小姐去旅行 瓢蟲小姐一陣子都站在她的花園裡 她想要去看看朋友們在幹嘛 她飛飛飛 瓢蟲小姐飛到了蜘蛛先生家 蜘蛛先生剛好前幾天 風太大把她的蜘蛛網吹破了 所以她要花時間 沒辦法跟瓢蟲小姐去旅行 瓢蟲小姐飛飛飛 又飛到了蜘蛛蟲家 蜘蛛蟲在吃她最愛的葉子 所以她沒時間跟瓢蟲小姐去旅行 瓢蟲小姐飛飛飛 又飛到了蚂蚁家 蚂蚁在訓練聯繫蚂蚁半樹葉 黑熟黑熟 所以瓢蟲小姐 只能飛飛飛飛 又飛到了蜜蜂家 蜜蜂在採花蜜做黃金蜜 所以她沒時間跟瓢蟲小姐去旅行 瓢蟲小姐失望的飛回家 在路上遇到的蜜蛙蜻蜓 蜜蜂說我可以陪你去旅行 可是瓢蟲小姐並沒有停下來 聽蜜蜂跟蜻蜓講話 瓢蜂蜂小姐飛到了花園裡 其他朋友都聽著瓢蜂小姐的夢想 都來拜訪她的 謝謝大家我的故事講完